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自己的性格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甚至感觉自己的性格好像每年都不太一样 经历这些事情自己的性格就会发生变化 那我曾经也会这样认为 因为我以前经常很暴躁 而且我内心很夸妄 那现在呢其实我就谦虚平和了很多 因为人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中啊 往往会根据不同的社交环境和角色 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而且人们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嘛 你会根据外界给你的一些反馈 你做事情这些结果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那这种适应性呢 其实是对社会性的一个适应啊 就可能会导致人们感觉自己的性格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呢其实人在成年之后啊 性格通常是难以发生重大的改变的 这在心理学里面呢 可以说是一个共识 也正因为如此呢 我们才更加需要了解 我们在行为外表之下 这个真实的自己 那我在社群做直播的时候呢 我就发现这个在心理学上 其实比较共识的一个观点 很多人其实是不相信不认可的 很多人就是认为我的性格是在不断的发生很大的变化的 其实在我看来呢 这是正是一个人对自己还不够了解的一个标志 因为呢人们通常都认为自己很了解自己嘛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啊 这个视频的目的之一呢 也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点 并且呢使用心理学的工具 来对自己进行一些认识和发掘啊 比如呢 就是说人人都向往自由 很多人也希望自己有事业 有家庭 有陪伴 有自我的成长 我们呢希望有一个人能照顾自己 又希望这个人是偷情打理的一个人 我们既希望看到这个世界繁华 又希望有平静的内心 我们既希望有一个说走就走的 对吧 这个很能干就干的 这样很潇洒的一个感觉 又希望呢自己有一个计划 让自己呢可以对未来一所掌控 但是呢 这个在你心中啊 哪些才是真正是最重要的呢 那这个排序是什么呢 这个其实还是蛮关键 对吧 就我们经常会迷茫在一些具体的事情 比如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 那个事情该怎么办 就如果你能把自己了解的很清楚 如果你能把自己这些排序了解的很清楚 那么呢 其实你在做一些选择的时候 其实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第二个我想说的呢 就是我在视频里面呢 提到了NBTI 因为这个NBTI啊 是一个很流行的 非常容易被大家理解的一个工具 但是呢 这个NBTI在网上的争论 其实也是蛮多的 因为NBTI呢 这我看来是一个 多数人都用错了一个工具 多数人是怎么用NBTI呢 他们都是先去做一个题 测测自己是什么类型 然后呢 再看看网上其他人 是怎么评价这个类型的 对吧 然后就看看这个 说的自己这个类型是不是准 我觉得你这么搞啊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因为在我看来呢 NBTI更多的是一个 让你了解自己 倾向性的一个工具 它其实不存在准不准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事情 对吧 你优先考虑的是 情感的好坏 还是事情的对错 比如说前段时间 我有个朋友 他失恋了嘛 他跟我说 这个我曾经认为啊 我们的感情像一个坚固的泡泡 结果呢 这个泡泡一戳就破了 那我听到这个话之后呢 这很多人听这话 可能不会觉得有什么异常 对吧 会觉得我应该先去安慰这个朋友 对吧 但对于我这种 是一个最逻辑超敏感的一个人 那我就觉得 你这个话说的好像不太合理 因为他用的这个比喻 是坚固的泡泡嘛 那我觉得 难道这个泡泡很坚固吗 你这样比喻合不合理呢 对吧 这个我可能会先考虑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呢 就是如果你 就我可以这个 试图来安慰我的朋友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但类似的事情呢 就我的第一反应永远就是 这他们的不合理 对吧 就如果 这个你的感受和我一样 你第一在乎的是 这个是不合理 那么你可能是优先 就是倾向于考虑这个逻辑方面 更多一点 对吧 这个其实和逻辑强不强 没有关系 就比如说我的助理 他是一个逻辑很强的一个人 但呢 他其实是一个优先考虑 情感的一个人 所以说 你在了解这些东西呢 你其实可以很明显地 感觉到自己的一个倾向 你是优先考虑到情感 还是优先考虑到这个事情 这个话本身合不合理 对吧 如果你总是先考虑安慰朋友 那你大概就是一个F 如果你的这个反应是 优先考虑这个事 他说的话合不合理 那你大概率呢 就是一个T 那所以说呢 你是一个T 就是一个T 你是一个F 就是一个F 他不是说准不准的问题 他不存在准不准 那其实就是你对自己 认识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认识呢 就是你是更优先 倾向于考虑逻辑 还是这个合不合理 这个事情的对错 对吧 还是优先考虑 人的状态的好坏 那然后呢 你就可以根据荣格巴维的这个理论 来看自己的短板在什么地方 然后也看看这个事业上 也很重要是让你能认识到这个事业上 有和你不一样的人 对吧 你看看其他人 是会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 那你就很容易理解其他人的一些想法 这呢就是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而不是说你先去做一个设置题 然后让别人评价你这个类写 然后给你贴一个标签 你看你一个类型是什么样的 然后准不准 我觉得你这样搞呢 就不是很有意义的 对吧 你把它看成一个对自己的了解的过程 然后它其实就没有这个准不准的问题 然后呢 比如说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大概在两年前 有一个司董会的一个活动 这个他们问我这个活动啊 要不要去参加这个活动 我说呢 我不一定去 然后我看看情况 再看看第二天要不要去 然后呢 我第二天就去了 但是呢 去的时候呢 去晚了 我过去之后呢 就有人跟我说 来晚的人啊 要给大家发红包 这个我就觉得不太能接受啊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我早就说了 对吧 这个活动我不一定去 第二呢 我虽然去晚了 但是也没有人在等我 对吧 我也没有耽误这个活动的进行 那第三呢 这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发红包啊 并不是一个事先说好的一个规则 就是你要如果事先说 来晚的发红包 那我可以接受 对吧 你事后再说 就我觉得 你怎么能事后再定规则呢 就是如果你事后定规则 是不是我也可以定规则 来早的给我发红包呢 是吧 这个事 我觉得如果说事后定的规则 都能生效的话 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所以这个事 在我看来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个 但是呢 既有人就觉得 下不来台嘛 因为他让我发红包 我不发 对吧 然后 这个 他就是一定要让我发 但老子是绝对不可能发这红包的 对吧 这个 我当时想什么呢 这老子是来玩的 又不是有什么目的 对吧 又不是一定要认识你们这些人 不太怕死 我就不发 所以说 这个 最后呢 是搞得有一点点小小的 不欢然散的 这个 但其实当时参加这个 自动婚这些人呢 这个其实都有些老板了 就真的没有人 在乎一个红包的这个钱啊 这个 他们一开始让我发红包呢 可能这个人也是 开个玩笑 或者说这些人 他天生就是更加 重视情感 重视这一群人的气氛 重视其他人的那些感受什么的 就是如果 可能这个事换他呢 他就很乐呵的 发个红包 让大家开心一下 对吧 其实不会像我这么较真啊 这个 但是这个事呢 后来他就感觉下不来台 就坚持着让我发嘛 对吧 这个可能也有情绪上 其他的一些原因 就是 那我呢 就觉得你不能这么干 对吧 这个事在我看来 其实是一个原子性的问题 我这不可能发这个红包的 我当时这么想的 因为这么发 红包在我看来 是不符合逻辑的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F和T的一个冲突 对吧 这个 但是后来呢 在我了解的一些心理学 了解的一些 MBTI之后的一些 这个之后啊 我就觉得 我才知道 其实是我这种人 太过于较真了 在某件事情上 对吧 就是我太在乎对错了 不是说我错了 而是说我太在乎 这个事情的 这个对错了 这个世界上呢 多数人 其实没有这么重视 这些小事的对错 也没有这么重视逻辑 对吧 他们呢 可能就更加重视 别人的感受啊 先生的气氛等等 就他们也没有错 那个 所以说呢 他们也并不是像我之前 这么认为的 不可理喻的人 只是大家的性格 不一样而已 如果你明白了 这些道理呢 那你在 这个为人处事方面呢 我觉得就会灵魂很多 就是就可以做出 很多调整 比如说 我后来就做出 很多调整 就是很多事情 很多人 我觉得如果是 没那么重要的话 对吧 我就觉得何必较真呢 那个 如果现在我遇到 类似方法的事情 那我就发了 而且呢 我发了之后 也不会心里很不爽 很不舒服 因为我就认识到 他们和我的想法不一样 人家也不是坏人 对吧 人家只是觉得 这样发 大家气氛搞得更好一点 对吧 那 这个我也不会觉得 我做了很多的妥协 我是更加能理解 他们的想法了 这可能有人觉得 发红包是一件 很小的事 对吧 你没什么大不了的 没必要 这个事说的 好像很严重一样 但其实你想想呢 这其实是 你 我对待自己 对待他人的方式 其实发生了 很大的改变 我就补充这么一个开头 这个多数人 因为对心理学的知识 就很欠缺 对MBTI 这个也有很多的误解 是不是 所以说的 这个开头的目击 就希望大家能够 调整心态 跟着我去探索 而不是纠结于 这个MBTI准不准 科不科学 它是不是标签化 什么这些东西 它是对是错 对吧 而且说你把它看成一个 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 我就说这么多 我们开始一件内容 然后再来到这个演讲的 是我过去年 可以说是我个人的 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而且这里面有很多 是我花了很多很多年 才给的一些道理 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可能更多的把它 理解为一个状态工具 因为我觉得 我可能更多的 我觉得 我可能更多的